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16日 今天是星期五 來到星期五 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 揭露時事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說說 香港 的媒體 的公信力 是進一步下跌 我們要說的是路透社 牛津 做的報告 英國牛津大學 在14日發佈了2023年數碼新聞報告 裡面記載著 香港 對這些新聞媒體的不信任程度 還有信任程度 當然 他的信任程度 和不信任程度 又不是加數 很多時候這些民調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是和不是 中間 還有其他選項 所以 信任度 和不信任度 加起來並不是100% 大家注意 榜上有名的 大家應該也猜到了 就是 很多親建制的媒體 香港現在基本上 是徹底 失去了 反對派的媒體 只剩下非常少量 的網媒 剩下的 大媒體 絕大多數都是親北京 所以我們這節集中 去看看 親建制的媒體 不受 信任的情況 值得留意的是 最高在榜首的 居然是 叫做TVB 證明 TVB真的是相當之黑人憎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 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這個是付費支持本台的方式 希望經濟能力 許可的聽眾就真的幫忙支持 我們也有免費的模式給大家支持 所以大家記得是一定要幫忙支持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烤大發 敬請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還有安裝了 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我們正在 正在草意聯署信 我們 不是制止李家超進入美國 我們回到 要求美國 是就著相關的法律 去對付 拘捕 審判李家超 我們目前已經收到初步 一些人跟我們打算聯署 估物論到底 是不是立即可以叫做有效果 但是我們覺得 這個香港人 再去參與這件事 也是有需要 主要 其中一個主要的用途之一 是要告訴 全世界 我們還健在 這件事也很重要 這件事希望 大家記得參與 我們回來研究這個 最新的數碼新聞報告 出奇地 信任調查方面 這件事 這件事叫做LOW新聞 是排在第一位 整體來說 整體來說LOW新聞 在親建制來說 也算是稍為 稍為 正常報導 但是你也絕對不可以指望 就是LOW新聞 會有 對你 反對派有利的訊息 然後信任道 急跌 這個叫做港台 然後是商台 有線 還有明報 然後是Yahoo新聞 不信任程度 不信任程度排名最高的 就是這個 TVB新聞 不信任度 在香港進行的民調 不信任度是26% 是最高 甚至乎 力壓其他 極沒有公信力的媒體 例如這個叫做文匯大公 文匯大公旗下有這個叫做點新聞 英文叫做DOT News 不信任度 我覺得 跟知名度其實是有關的 因為很多人給不到意見 因為根本也不知道那是甚麼新聞 不信任度 點新聞就是23% 排第二位應該是巴士的步才對 巴士的步 不信任度 排第二名 25% 這些民調 信任度和不信任度 加起來並不是100% 這些民調也有一點問題 在於很多時候他們做的調查 那些 受眾未必知道哪個媒體 打哪個 簡單來說 低認知度的媒體 他們很難評價 因為根本 是平時也沒有看他的新聞 所以成為了 不信任度重災區 頭號的對象就變成了TVB 因為TVB 所有人都知道 是哪家電視台 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新聞在播什麼 現在的政治立場 現在的政治立場 所以 TVB 仍然是香港 公信力 新聞最差 在這個民調裏面 媒體 甚至乎 剪握 其他親建制對手 例如巴士的布 還有文匯大工 還有 另外一些比較大 又認得的媒體的公信力比較差 不信任度 有21% 這個叫做方向步 星島和01 都差不多了 一個18 一個19 這一堆 全部 是叫做公信力 包尾 的報章和新聞 這是按照牛津的排名 而事實上 我們認為 這也是事實 為甚麼信任度有 幾十個%都是 原因當然 是因為香港還有大量的藍絲 而且香港 不僅還有大量的藍絲 還有大量的港豬 他們根本 覺得沒有新聞看 就先看這些 平時報的東西差不多 交通意外 砍人 之餘此類 都沒得假的了 應該都對的了 就是這樣 平時的人看東西 就是用一個這樣的角度 大致上說的東西是對的吧 香港就是這樣 所以為甚麼永遠被中國共產黨控制了媒體 控制了喉舌 然後 你就接受了裏面所說的事實 包括 香港警察出來公佈 關於這個大都會案件裏面的版本 很多人就接受那個就叫做事實 這件事久而久之 就等於 幫忙 增加 那個親建制 親北京媒體 的可信性 留在香港就是很困難的了 不留在香港也很困難 留在香港 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困難 但是 真的要遇到 是要這樣面對 無論如何 香港的新聞媒體自由指數 排名已經跌到了 你難以想像的 已經是120名 剩下 剩下就是有少量的網媒 當然 再加上我們這些 是時事評論 和時事分析的媒體 無論如何 你也很難 跟主流傳媒 作比較 因為無論大家的規模 大家的人手 背後的資金 各方面 都難以比較 這個 就是政權 控制人民的方式 因為就是透過 操控了媒體 徹底把資訊控制住 這個是中國共產黨 一貫的伎倆 他們甚至乎 是想把外國的媒體 全部都被控制 其實他們做了很多滲透的工作 但是 現在被人發現 他們的工作 開始不順利了 因為 人民幣有限 所以 新聞媒體 事實之間的對決 本身 也是一個角力場 所以 真是不厭其煩 再跟大家說 希望大家真的記得要支持 我們今節 也是講到這裡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多謝大家 谢谢大家